我们来看企业成长中的帕金森定律 我们先来看定律的内容 帕金森定律出自英国著名学者诺斯古德·帕金森 主要用于描述官僚主义带来的机构膨胀和效率不断下滑 他阐述了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果 在一个组织中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的出路有三条 一是申请退职把位置让给能干的人 但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利 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 但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 三是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 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时宜 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 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好势力 两个助手既无能也就上行下效 再为自己找两个无能的助手 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 人浮于世相互扯皮 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 从而产生了所谓帕金森效应 由此得出结论 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 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 每个人都很忙 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 帕金森用英国海军部队人员统计证明 1914年皇家海军官兵14.6万人 基地的行政官员办事员3249人 到1928年官兵降为10万人下降了46% 但基地的行政官员办事员却增加到4558人增加了40% 从一个行政官员平均管450名官兵下降到只管220名 不足过去效率的50% 我们每一个企业家回忆一下你创业的时候的情况 创业的时候你的管理人员有多少 一线人员有多少 这个的回忆 第二 我们仔细想一想 我们公司越来越大 我们的人均利润是提升了还是下降了 90%都在下降 这就是所谓的帕金森现象 我在这几年对许多家族企业进行诊断 对他们的估改情况进行指导的时候 进去的一件重要事情 就是看他的企业存不存在帕金森综合症 几乎是百分之百 而且百分之百到什么程度呢 进了这个公司你闭着眼睛说 裁掉三分之一的人吧 裁掉三分之一的人 这个公司不受影响 提醒大家一个问题 你的财务部是天天加班 经常加班 还是基本不加班 天天加班的举手 你的财务部门天天加班 好 一个举手的 一会儿你跟大家介绍 举手 你们介绍为什么加班 财务一定是到月底忙 月底需要十个人 你的财务经理是请十个人 还是请八个人 一定是请十个人 所以你的财务部 平时十个人 五个闲着 忙的时候十个人干 不加班 一定是这样的状况 因为他没有道理请五个人 那你的财务老加班 我估计啊 不一定对 那财务经理是你老婆 很可能是这样 所以他老加班 这种帕金森现象 从管理学看得很清楚 就是这样累下来了 但为什么这样累 他不这样累呢 他的制度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所有的企业都是这么累 他不这么累 为什么几乎中国所有的家族企业 就是越大效率越低 越大人均利润越低 而不是越大人均利润越高 效率越高 如果就管理讲管理 这个问题是讲不清楚 我们还是从产生 帕金森综合众的起点来研究 我们在企业 最大的是战略 最小的是细节 大家仔细想 是战略重要还是细节重要 认为战略重要的请举手 好 放下 我要问举手的企业家 没有细节你的战略能够执行 没有细节作为前提的时候 你的战略能定得出来吗 认为能定得出来的举手 你告诉大家 为什么能定得出来 好 认为细节比战略重要的 请举手 举手的人不多 请放下 那我问你 你狠抓细节 如果没有战略 你的细节抓来抓去 他有希望吗 没有希望 而在这个过程中 多数企业家没有举手 其实就是 你们没有搞清楚 到底哪个重要 关于战略 有一本书叫 战略定天下 定位定天下 说战略非常重要 既然战略已经定天下了 决定成 就定天下了 你还要细节干什么 那有一本书叫 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已经决定成败了 你还要战略有什么用呢 其实 我们认真想的时候会发现 战略离不开细节 细节离不开战略 那这就是一个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 刚才大家说战略重要 那没细节战略出不来 如果说细节重要 没有战略这个细节是事物主义 先有鸡先有蛋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吗 那我们去追求什么 好 当战略和细节问题 纠缠不清的时候 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 叫做执行力 就是说你也有战略 也有细节了 你做不好 是因为你执行力不行 对吧 请问 没有战略和细节 执行力往哪执行呢 比如汇聪 当我们从一个 做黄业的纸媒体公司 变成一个互联网公司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要往这走 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战略和转移 我们的执行力是 逐渐缩小这块的投入 扩大互联网的投入 尽管当时互联网一年亏上亿 我们依然要投入 那执行力源自于什么 没有战略和细节 会有执行力吗 变成了三重的关联关系 这都是我们管理学讲的 最简单的东西 执行力的课程 我们许多老板都听过 你想没想过 没有战略和细节 他的执行力是放屁 有用吗 一个台湾的培训师找我 说黄安生 我给你讲执行力 讲完了你公司如何 我说您干了多少年 他说我干了二十多年 我说你的公司有多少人 他说二十多人 我说你这个狗屁公司 就是因为没执行力 你干了二十年才二十个人 你给我讲什么执行力 你一个二十个人公司的 一个讲师 给我三千人上市公司的老板 讲执行力 你懂得叫什么 叫上市财务吗 你给我讲执行力的执行力 是从哪来的 当我们执行力的问题 解决不了的时候 又增加了一门课程 叫做商业模式 盈利模式 我们听过盈利模式课程的老总 举手 很坦 很坦然的举手 不少人都听过 放下手吧 我来问你们个问题 开酒楼 它那个盈利模式一样不一样 答应 我们这有做餐饮的老总吗 举手 有没有做服装的 做服装 餐饮的服装都有 是吧 做衣服的盈利模式 它有什么不一样 不就是买来不做衣服 卖给郭发生 在这穿吗 为什么有人做成Prada 有的人就破产 请你告诉我 开酒楼太简单了 买了鸡鸭鱼肉 炒了菜 卖给人家 就有天下最挣钱的酒楼 就有破产酒楼 就有高一生的包子铺 我觉得他那包子铺 又快完了 盈利模式重要吗 很重要 对于专做这件事的 职业经理人重要 对老板来说 你告诉我 重要吗 我们做企业 做到一定程度 开始变得很迷茫 我们不知道 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 理性逻辑的起点 在什么地方 再往下看 文化引领的误区 当我们抓管理 抓执行力 抓细节 抓战略 抓商业模式 还解决不了我们公司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开始 把我们改变企业 公司经营状况 解决问题的思路 往文化上停 我去山东看一个企业 那老板的文化贴了蛮强 嗨呀 然后他那助理跟着我 我说扭过头去 扭过头去了 我说你告诉我 你们公司的九大战略 四大方向 五大文化是什么 他说 郭松我没记住 你的助理都记不住 什么狗屁文化 打土豪分田地 包产到户 谁记不住 我们很多老板 编了很多词 你编的词 员工非常明白 你编了半天不就是说 闹点企业文化 少给我们点钱 你多挣点钱吗 是不是这个 我们哪个老板 编了那些词贴在墙上 目的是给员工多发钱的 不是 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说国学 国学能解决企业成长的问题吗 美国人从来不学国学 美国人进来 把我们的国学打了个乱七八糟 人家不是把公司办的挺好吗 国学要就能帮助你把公司办好 那孔子学院的那些人 不就成了企业家了吗 我不反对学习国学 但是我们把企业经营管理的发展 压到这些东西上之后 对不起 你的路子已经歪了 宗教智慧 很多人都听过刘一秒的课 你们在底下不断鼓掌 你们知道你们是什么吗 你们是白痴 宗教智慧 刘一秒那个大文盲 你让他讲 写东西净错白字 编了一段谎话 让你们听词尽鼓掌 还掏钱 还有很多人 我喝了刘老师的水里头能量 他是毛主席头能量 毛主席的水都没能量 有人说我不该讲这样的话 记住 有你讲荒谬理论的权利 就有我宣扬真理的自由 我在这儿是在公开的学术场合讲 他不对 他就是不对 宗教智慧 给我打电话 说郭总你来听宗教智慧的课吧 我们这个课听完了之后 不发工资也不走 因为那和尚不是一样的头型 一样的衣服 不给工资也在庙里待什么 我就打电话的人 我说也怪了 留一秒 今儿不发钱 你没人走不走 你告诉我 他不吱声了 这不是明摆着在行骗的吗 我们这么多企业家 你们成就了那么多的事业 你们变得多么无知 就在这个里头来回转 讲国学的人 替着大粗头 穿着和尚衣服 你们想了吗 国学 讲儒家学问 数法求学 是儒生吧 他剃个大粗头 穿个和尚衣服 给你讲儒学 这一家一等女二都不对了 你还觉得又讲得真好 在九华山上张着手 在那喊口号 你们一起跟着拜 去拜吧 拜到最后你企业破产的时候 没有人管你 你就是高一风地啊 我讲这些 是要批判我们自己 我们成功的时候 我们是无神论者 我们成功创业的时候 我们相信过谁 哪个老板 你们是学管理学出身的 你们谁知道战略管理细节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当时就是相信自己 我们相信只要走出国营企业这样的制度 我们就会成功 所以我们成功了 当我们成功了之后 我们反而要作减自负 我们反而要找到一种东西 来束缚自己 我们不是吃了 吃成了没事干吗 仔细想一想 让我们记住我们的所有问题 这些问题 大家看 明伦堂 中国生活方式 道教仙 道教仙山是中国人的梦寐以求的养生之地 青城山 文化兴盛的成都 大家看 请拜会83岁的易学名家 谢祥荣 告诉我 6800听这个课 我去找他干什么 他是什么玩意儿 我找他 他自己有本事 别收6800 半个公司来挣钱了 我们很多企业家就上了山了 你有这闲工夫 真的 干点什么都行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开始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信封上路的人 有两个伟大的外族进入中国 进入华夏之地 最后都失败了 他们原来都信原始宗教 第一是蒙古人 第二是满清人 进来之后就开始信 信着信着就完了 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全靠自己救自己 成长中的帕金森定律 帕金森怪圈 管理无解图 战略寻细节 细节找战略 模式搞不清 文化说不明 技术老落后 品牌难过硬 执行抓财物 财物管执行 人力不给力 薪酬无止境 大家仔细看 我们要解决的任何一个问题 都跟别的问题密切相关 要解决一个问题 得把那些问题先解决了 高一丰就在这样的纷争中 最后无力的倒下 起点在哪里 出路在何方 企业聘用人员的线路图 大家来看 我们企业家是能人 我们聘了小能人 就是非企业家 非企业家按帕金森定律 是要聘庸人 懒人 笨人和坏人的 我们的非企业家 也聘了一些小能人 小小能人 但是当坏人 庸人为主进入的时候 小小能人和小小小能人 就变成了庸人和坏人 这是帕金森怪圈的 一个基本成绩 旗械改造人的线路图 小能人非企业家 企业家聘用了小能人 小能人变成等看靠的人 变成庸人 变成懒人 变成笨人 变成坏人 我们改人就是这么改 许多经理人 刚到我们公司来的时候 抽出满志 能做事情 进入我们公司 待了几年之后 他就变成了等看药 变成了懒人 变成了庸人 最后庸人就要变成坏人 就要变成不干活的人 这是我们企业用人的 基本线路图 为什么变成这样 我们自己一定要思考 核心问题是 要用一种制度 把笨人变聪明 把懒人变勤劳 要用一种制度 把坏人变成好人 让好人成为圣人 让圣人成为能人 这才是我们需要的 包产到户 耕者有其田的启示 我们讲了伤者有其口 如果说服不了你 我希望从耕者有其田 找到我们的思路 我们来看 二十多年农业改革的管理框架是明确的 战略很清晰 全党大半农业以粮为钢 农业机械网 我们的商业模式也是清晰的 春众秋寿 以粮为钢 多种经营 我们细节也很明了 农业八字宪法 粮食产量过黄河过长江 执行历史 农业学大寨 赌资本主义的路 卖社会主义的步 干了几十年 打的粮食不够吃 年年饿死 毛主席 全元赤是我的朋友 写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我问他 他说真的当年毛主席 吃着警卫员给的菜团子 就在那掉眼泪 他说他对不起农民 1959年 中国人口自然增长了 1213万 60年负增长1000万 加起来是2213万人口 没了 最可怕的是 在60年负增长1000万的基础上 到了61年 又负增长了348万 这两到三年的时间 中国的人口负增长 超过3000万 这几年 没有战争 没有瘟疫 人怎样就死掉了 是饿死的 概念是 我们三年自然灾害 中国饿死的人 比抗战八年打死的人都多 它到底是天灾还是人活 这个问题 我们想了许久 这个资料来自于83年的中国统计年间 是当年我做研究的时候第一篇成名作 就是讲饿死人的事情 就是讲制度问题 为什么 战略商业模式细节执行力都有 却干不好 我们现在不是也在寻求清晰的战略 好的商业模式 细节和执行力吗 事实证明 你找到了也没用 为什么 耕车有其田的启示 让我们回到这个故事上 老牛农民与土地的故事 79年80年 我们念书的时候 人民大学有一帮工作过的 插过队的 去农村做调查 当时周期人杜英 我们是一起做调查的 我们当时去了安徽 去了四川 于是乎我们知道了 要吃粮找紫羊 要吃米找碗 我们于是乎总结出了这样一个故事 就是这块地 就是这头牛 就是一个老农民 人民公社打的粮食不够吃 年年饿死人 而我们在调查的时候 我们发现在小港村 在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地方 我们发现 还是这块地 还是这头牛 还是一个老农民 包产到户当年 打的粮食不但够吃了 还能卖鱼粮 提问大家 在这儿什么变了 所有的生产要素没有变 因为老牛农民土地没有变 就是技术资金 人才没有变 商业模式变了吗 没有啊 不就是春中秋收 不就是扔下棒子收包米吗 商业模式也没改变 为什么却发生了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请注意 在这儿 唯一改变的是制度 我们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 大锅饭的制度变成了包产到户 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制度 是因为这样的制度变革 让我们全面解决了战略问题 模式问题 细节问题 这些问题 所以制度是最重要的 包产到户 一包就付 我们当兵的时候 那四川的战友回家探亲 我们山西那个战友就知道自己回家 娶不上媳妇了 所以我们四川的战友回家探亲的时候 就说能不能给介绍个对象来 试试探讨性的问题 后来我们的战友说 可以 但是那不让人家白来 那怎么办呢 一百斤全国粮票 拿着一百斤全国粮票去给他领 媳妇回来 于是向理由 我们四川这个战友就回家了 回家 一个月之后 领来俩 叫买一送一 所以就产生了一个 我们这个战友先挑 挑完了 那个战友又挑了一个 一百斤全国粮票 找了俩媳妇 现在没就有这事了 有这事残草保姆不就都解决了吗 那个时候就这样 后来我问那个战友的媳妇 结婚了 我们都战友吗 我就说 跑出来一百斤全国粮票 他说 四川人郭凡生同志 只要饿不死 我到哪里 这就是四川人的故事 非常可怜 可是包产到户的当年 那时候赵紫阳当省委书记 因为铁路运输保障不了 四川的粮食和肉运不出来 还当时打架 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真是我们看到了制度的伟大作用 制度的比较 坏制度 人民公社的制度 让聪明人变笨 让勤劳人变懒 让善人变成恶人 让好人变成坏人 在这样的制度里 有钱赔光 国企就是这样 有钱赔光 有人走掉 有技术闲置 有市场也会输没了 而一个好的制度 包产到户和家族企业的制度 它会让笨人变聪明 让懒人变勤劳 让恶人变成善人 让坏人变成好人 在这样的制度里 会聪就是这样 没有钱去挣 没有人才去吸引 没有市场我就抢 怎么就抢不来呢 我们不就是这样做出的市场 做出的品牌 做出我们的生活呢 所以 为自己干可以累死 为别人干可以嫌坏 勤劳是干出来的 懒惰是管出来的 我们现在崇尚的战略细节执行力 就是去管别人 管是管不出效率的 农民种地 一定要他心里愿意去种地 我们每一个老板一定要想 我的员工愿不愿意干公司的 如果每个员工干公司的活 都跟我干公司的活一样的心情 我的公司今天会怎样 这就是包产到户 耕者有其田的指示 启示 让我们来看关于制度的定义 企业制度是企业为实现自己最高效率目标 利润最大化而制定的运行规则 从经济学和管理学角度看 它主要解决生产什么 怎样生产 为谁生产的三大问题 企业制度主要包括 一 激励制度 激励制度体现财富的分配规则 解决为谁生产的问题 它包括企业的产权制度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工资制度 奖励制度 员工持股制度 老保福利制度等等 它重点解决财富的分配规则 二 管理制度 管理制度体现财富生产的效率规则 主要解决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的问题 它主要包括企业从小到大 从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的升级中 在治理结构 财务制度 审计制度 战略 市场营销 组织结构等方面 天天都在发生的渐进性的本质变化 这和我们一般管理学中讲到的管理 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的公司制度 激励制度和管理制度 激励制度解决财富的分配规则 管理制度解决财富的生产效率 如果人不想干活 管理制度怎么可能有效率 农民不想种地的时候 地就长草 它不长粮 中国家族企业 今天的主要制度问题 是我们的激励制度 我们拼命要求职工干 职工为什么要干 职工不努力干的时候 你的企业一定效率不高 收益不好 这两个制度 我不否认管理 但是从哪个角度去考虑管理 却变成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我们天天都在抓管理 你把管理抓得怎么样了 越抓越差 越抓越有问题 就像高一峰当年一样 抓来抓去抓的企业破产了 那这两个制度之间 拥有着一个相互制约的关系 让我们来看下面的视频 两种制度的关系 这是两种制度的关系 两种制度的关系明了了 我们来看管理无解图 我们紧抓管理制度是不行的 大家来看 执行抓财务 财务管执行 它是互相矛盾的 战略找细节 细节找战略 而模式又跟战略和细节关联 管理无解表明 我们现在管理中的所有问题 你单一解决任何一个 都是不可能的 怎样来 从管理无解中找到出路 那就是 我们先变革激励制度 当我们变革激励制度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所有的员工想去干活了的时候 所有关联的问题 就可以同时得到 目前中国家族企业的制度问题 主要体现在激励制度相对落后 从而使管理制度的提升效果甚差 因此在企业的制度创新中 我特别强调 变革激励制度在先 提升管理制度在后 如果激励制度不改变 去变革你的管理制度 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已经走了这么长时间 高一丰就是这样 拼命变革自己的管理制度 他想了许许多多的方法 最后那一天 他在这决探着 我真的解决不了 企业破产 是我后来 唯一的不愿意的选择 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 管好家族企业的理性逻辑 理性逻辑是什么 最后这两句话 特别重要 创业靠老板英明 成长因制度为大 我们都创业了 我们都英明过 我们都有自己贡物官斩六将时候的美好乐章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不会忘记 但是创业靠老板英明 成长却一定要因为制度伟大而成长 没有一个伟大的制度 就不会产生伟大的公司 这一点我们是一定要牢记 这就是我们管好家族企业的逻辑 我们创业了我们英明了 当我们成长的时候 我们要寻求制度解决方案 制度解决方案是最重要的 而在这个制度解决方案中 我们首先解决的是激励制度的问题 我们首先解决的是农民想种地的问题 然后才是种什么地 怎样种地的问题 这就是最一般的管理学和经济学的逻辑 但是我们今天把它忘了 我们记住 这就是企业家的围军之道 我们要创造的是一个制度 当年华盛顿辞去总统的职务 有人说您的身体很好 精力很好 您再干两届也没有问题 华盛顿说 我在干两届也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我干了两届就不干了 美国总统只能干两届 就会使所有的美国总统 在他精力体力最好的时候 为美国人民服务 我卸任了 你们失去了两届优秀的总统 但是美国人民得到了一个伟大的制度 就是不能终身制度 这就是制度的意义 我们一定要用制度的成长 来推动企业的发展 而不能通过简单的管理去拔苗助长 拔苗助长 或许短期内会有效率 但是长期来看 没有制度支持的成长 一定会是短暂的 一定不可能是长期的 由于学生人为要配合 我们下重视课